哈喽,屏幕前的兄弟们大家好,我是Lewis 那么今天呢,来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叫做 Stupid Raft Battle Simulator 智障竹筏战斗模拟器 你也可以管它叫做智障的竹筏模拟器 可是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会觉得 哇,这他压得明明是一个海盗啊 在这个地方弄了一个篝火 然后不知道在干什么,还断了一条腿 弄了一个甲汁 然后右手拿这个是鸡腿的东西 左手拿个酒瓶子 不停地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 那么同样呢,这是steam上购买的一个 Eleaner Science版本的一个游戏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早期的游戏 还没有开发完全 我也不知道这种游戏它要什么时候才能开发完 总之那我先看一下这个教程啊 嗯,这种模拟器的话 都是这种wsd和鼠标移动视角 然后呢,放置小兵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主法呀 不能弄一些海盗船什么的吗 可能就是这个游戏的特色 海盗就是不做船 因为什么呢,智障 好,开始,它这里面呢 它会有quick and long match 就是联机的啊 你可以加入私人房间 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个私人房间 和机友一起玩 但是 一直没有阻挡人 可能是这个游戏玩的人比较少 还是怎么回事 或者它是一个早期版本啊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先来一个单人的模式啊 先练练手 我们进来了 你可以看这个海景 还有这个游戏感觉就是有雾蒙蒙的感觉 是吧 那肯定的,我调的最高画质 这个是刚才船长吃肉的地方吧 怎么变成你这货了 你怎么,你是监察员吗 你背个手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应该是 这个 然后这片区域就应该是敌军了吧 啊,我看看敌军啊 这个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敌军的阵容 这里有一个弓箭手的感觉 这是划船的吧 划船的有战斗力吗 这是个船长啊 这应该是船长吧 戴个帽子 这又是一个瘸了腿的弓箭手 哈,这边的人怎么感觉这么大呀 完全不成比例好吗 这他们的战斗的基地吗 哇,他这个游戏操作真的好 但能的移动鼠标的话 需要很大的劲 然后空格是无法达到上升的小文 只有眼睛瞅那个地方他才会朝向的 是因为他是加速 你这个人是干嘛的 指挥官吗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安排我们的作战的船只了 这里面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监督的 这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就装饰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放船吧 啊,是放船 然后现在我们只有这个 竹筏 我们有九个竹筏呀 他这个朝向我怎么判断呢 他这个操作真的是太恶心了 我得离很远 然后 这个船只能朝这个方向吗 好了,不管那么多了 我觉得 这种船上是不是也可以放小人的 哦,可以放小人的 点一下 哎,点不了 哦,可以放弓箭手吗 哦,每艘船上可以坐两个人是吧 哎,这个怎么就 怎么就开始了呢 神他压的开始游戏了 我摁错了,你知道吗 这样我们先摆几艘小船 然后再弄几个 这种竹筏呀 再弄几个竹筏 这是 这个竹筏能占几个人呢 跟这个小船的区别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还有一种竹筏 这什么玩意儿 你在逗我吧 不是 呃,前面的竹筏是靠人力 往前推动的 你这是个什么鬼啊 你在逗我吗 这是个智障鱼好吗 为什么会有鱼来参加战斗啊 多放一点 多放一点 我觉得前面的敌军感觉好多呀 右边都有 把这个船都放完可以吗 这个竹筏我再多放一点 我感觉这个游戏感觉目前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现在好像我们现在只能放一个小兵了 弓箭手对吧 弓箭手都上后排去啊 弓箭手都上后排 然后再来一个枪手啊 枪手枪手和弓箭手都很重要 来枪手 弓箭手 搭配一下 这是什么玩意儿 哇,炮船吗 炮船也是要的 哎,我怎么取消小兵呢 貌似取消不了啊 你这个就很坑爹了 前面有没有近战的 哎,我没有这个拿这个毛的吧 这是哎,拿毛的就就往前冲就可以了 哎,放在前面 哎,放两个吧 放两个 哎,这个地方也放 一个 然后我觉得应该弄几个拿枪的 是吧 弄几个拿枪的 这个地方也弄个拿枪的 哎,我觉得还是都拿枪比较好吧 我看他是按人数算的 不是看的费用 知道吗 他这个地方 什么人都没有 哎,这个操作太恶心 为啥这个小船放不了东西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哦,可以放了 这样才可以放 这是为什么 最后一个是啥呀 拿砍刀的吗 这是 那我多放点吧 还能放两个拿砍刀的 这是划船用的吧 他到底是干嘛的呀 反正这个游戏 也是非常智障的 我就不要细究了 就这个样子 我说不能放了 不能放了 开始战斗了 冲啊 向着敌人 进军 虽然说我在直播的时候玩过这个刺客信条 对吧 但是这种风格的海盗 我还是没有见过 主法是我们的主力武器 哎呀 这边在互相的射呀 我的枪手在干嘛 哇 比尔比尔 哎,我的枪手怎么也是带弧度的 你在逗我吗 你的枪是带弧度的 你这个人在干嘛呀 你是在度假吗 哎,你们作战的话能不能 打起精神了呀 喂 呃,这边的敌军正在进发 哎,我们感觉要赢的节奏啊 哎,这边的应该不是不是攻击的 哎,他们都说话了 说的什么话呀 COME ON 哇,都是这种语言 Show him what you got 展示一下我们多牛逼啊 冲 这就是鲤鱼啊 鲤鱼的船 因为这地方有鱼嘛 神太压的强硬的成为我的队伍 哇,这一比赛他们这个对话框真的 这么做好吗 这么粗糙 VICTORY 你在逗我就通关了 我们这次更改一下这个作战方案啊 那个小船我真的是不清楚 他有啥用 你知道吧 我们这次就放一大牌的这种啊 就放一大牌的这种 来,弄高一点 一大牌 哎,这放不了了 放不了了 哎,咱们往这边点吧 弄一排啊 全都是这种竹法 全都是这种竹法 咱多弄一点 多弄一点 然后现在已经是最大极限了 现在只能放小兵了 我们这次呢 就不用不一样的兵种了 全都用枪手 你知道吗 每个船上啊 都站着三个枪手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不是他这个东西 枪手还会掉下去怎么着 我点错他能掉下去吗 我试一下 我感觉这个船要沉的感觉 现在枪手不能放了 只能放弓箭知道吗 都放前面会怎样 真的会掉下去的 你在逗我呀 真的会掉下去的 我不做这个死了好吗 完了 我们的小兵是取消不了的 取消不了呢 我就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也就是说我们的站位 也必须是平衡一点的 用三角式站位 我觉得是最稳定的 哎,人数超过限制 自动开始战斗啊 有很多空的竹法耶 这空的竹法是吸引火力用的吗 你在逗我耶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那种小船了 我们这后面的人数 人数完全不够啊 这后面都是打酱油的吗 就往前冲了 哎 打起精神来 哎,怎么死了 哎 哇 可 这 这我的鱼怎么起飞了呢 哇 你们的战斗能有度 是太魔性了吧 这是 这是输了的节奏吗 这边 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加油 你一个人 你怎么掉河里 我能进水下看你们 哦 我能进水下看尸体的 哇 这水下怎么都是鱼啊 哇哦 哇塞 哇 这个游戏原来水下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看你妹的战斗 水下怎么还有船啊 不是水下的 哇 这个游戏 虽然输了 但是 一个水下真的蛮漂亮的 哎 我还要去水下溜的一圈 没战斗 哎 能看到这些小鱼啊 哇哦 我以为只有战斗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小鱼呢 你好啊 哎哎 怎么回事 这个河下这个水下宝箱啊 天呐你们打什么仗啊 你们来夺宝吧 哇哦 这珊瑚做的也蛮漂亮 但是有一种眩晕的感觉啊 有点像变形一样 哎 这个显示屏上会有这个雨滴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游戏做的一些细节都挺细心的 我觉得小船的优势就是他游的快 要把那种大的主法就是怎么说呢 攻击力 防御力感觉要强一点 咱们现在的这个阵法就非常的牛 呃 经过刚才这个判断呢 我觉得这个枪手真的是没啥用 我们都用炮吧 啊 后面的船上都用大炮啊 用大炮来对敌人进行这个 轰击 我觉得应该是蛮不错的啊 来炮兵都给他安上 哇 这个大炮 看看他们这个深邃的小眼睛 哎呀 他们在不动的时候怎么都是一个造型啊 你们这个建模能不能用心一点 可以弄得像那个智障战略模拟器一样 有很多的鬼畜 一堆智障出现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选人的 呃 这次都选这个弓箭啊 他这个视角不对的话就放不上小兵你知道吗 离远点倒是可以的 都给他放上 弓箭弓箭 怎么有的弓箭戴的帽子不一样呢 不是 我这还没开始游戏呢 你们这个船怎么就飘到一块了 哎 别往前走了 一会开干了 你是傻子吗 你们这么着急吗 迫不及待吗 开始吧 哇 不对 你怎么放个炮自己沉下去了 喂尸体呢 我去 哇这咋回事 这炮怎么就沉下去了 这人怎么就下去了 哎 我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 我能再看一遍吧 你这个炮怎么害不发呀 我不给你们工钱的 哎 不是 发了一炮就沉了 啥意思啊 后座力太大了吗 我的炮兵都没了 这就是没等战斗就已经结束了这意思吗 为什么我的炮兵没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都死了 不是 就剩下 就剩下 除了拿炮的一些东西 哎 怎么死的这么惨 不过这个攻击手挺牛的 一个人 哇 这还能赢 可能是那个炮起的效果了 你知道吧 最后一仗了 怎么还有空的 人数又超过限制了 是吗 给我上 拿大把子的 刚扛把子 往前冲 扛把子 啥玩意 啊 他不会就是个划船的吧 哎 你攻击啊 扛把子 你你为什么戴眼罩 你是个大哥呀 应该是 哎 不是 他有啥用啊 他就举个棒子 往前 你你倒是打呀 不是 我的团队都是废物嘛 哎 怎么还要赢了呢 你这实在都 不可能赢的呀 怎么可能赢 WTF 赢了 当我退到这个游戏界面的时候 我还是看到了一个红色的智障 在这里喝着酒 你喝什么酒啊 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瞧瞧你的那些水手们 都成什么样子了 跳水了就装死 为了看一些美丽的鱼是吗 那我们今天这个 Steal Beat the Raw Battles Militar 到这就试完结束了 总而言之呢 这款游戏呢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是一个 非常智障的 而且是 激老大乱斗里面的角色 客串过来的一种 划船游戏 啊 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不知道它的完整版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呢 我也非常期待啊 总而言之 这一类的游戏呢 它完整之后 我觉得效果什么的 都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啦 那么如果你喜欢 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一下赞评 免费订阅一下 我们的频道吧 那么我是李瑞斯 记住保持飞笑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警报 这名字在一处 不知名的大陆地下 树英里的地方 醒来 奇怪的是 他们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总之 正好先开挖吧 只是最恐怖 叫醒来 他从自己的地下来 其实你们的复制 不知道怎么来的很正常